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范桂香的理由是她在老家有了新的对象 但是余海宁却本能的不相信 她记得范桂香离开自己的时候脸色很差 说是要回家检查身体 前因后果一联系 余海宁觉得女朋友肯定是出大事了 是的 范桂香却有事了 她被却转为胸椎转移性陷害 并且已经到了晚期了 患病几个月来 范桂香的头发也掉光了 她每天都很疼痛 但是身体上的疼痛似乎还比不上 她说分手的时候的心痛 只有自己知道 就像刀子哥用针扎 实际是扎自己的心脏 就把自己的心脏给挖出来那种痛 听说余海宁要过来 范桂香的家人也有同样的想法 在范桂香和家人看来 二十多岁的男孩子还有大好的人生在前头 怎么会为一个癌症女友耽误时间呢 那么余海宁会怎么做呢 三位香一个劲地赶余海宁走 其实这也是女孩子的普遍心理 她觉得自个现在很丑 不想让男朋友看到 但是余海宁却说 在她眼里 范桂香还是那么的美好 其实我们俩的感情 就是可以自己拿自己的命 换对方的命的那种 已经真的已经到那种地步了 我相信如果是我躺在病床上 她也是这种想法 余海宁对于感情的描述听的人很震撼 但是又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或许吧 这只是一时冲动说出来的豪言壮语 因为还有很多的考验在后头呢 比如说在当时 余海宁很快就从医生那里 得知了一个并不乐观的消息 医生说范桂香的病已经非常难治了 她的生命随时可能消失 得知了这个消息 余海宁很快就做出了一个决定 我希望她能成为我的新娘 真的越快越好 我就怕万一我等不到她那天 跟范桂香结婚 但说实话 这并不是一个适合在冲动的状态下 做出的决定 因为如果结了婚 范桂香就真正的成为了余海宁的责任了 余海宁能扛起这份责任吗 余海宁的父母对此又是什么态度呢 余海宁的家是在山东 德州市宁京县的大柳阵 距离范桂香的家有900公里 余海宁的母亲只用了一句 将心比心就对儿子表示了无声的支持 或许吧 这就是一脉相承的善良和担当 但是范桂香这边呢 却坚决的反对开来了 人家爸爸养一个儿子养那么大 人家救人家自己 人家把我娶回家 以后谁来孝顺人家父母了 人家出去打工了 谁来孝顺人家父母 难道让人家爸爸还照顾我吗 但是余海宁却是越错越有了 他像牛肥肠一样 念在范桂香的身边 他把饭给买回来 他第一件事就是先让我吃 一点都不烫 我说你想烧死我呀 特别厉害 他不厉害 眼瞪着他 我一个光 吃菜一门 你也能不烫 腦子反应好慢呀 弄了半天给我出了个提 范桂香是个性格爽朗的女孩子 以前身体健康的时候 也会时常这么做一下 可能是恋人之间的情绪 可是现在呢 范桂香看着余海宁衣服好脾气的模样 真是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 随后还是余海宁的一期话 把范桂香打动了 我喜欢这个女孩 这个女孩 第一 她非常的孝顺 二呢 我们俩时间待久了 她什么事都想着我 比如说 有什么好吃的 她不吃 你要放坏了 要等着我回来 我们俩一起吃 余海宁说 范桂香和她在一起过后 其实呢 过了很多的苦日子 当时呢 两个人打工的收入不稳定 经常是分吃一个馒头 一碗泡面 还在自住银行 窝居过一段时间 但即便是这样 范桂香每天都非常的乐观开朗 一直在鼓励自己 所以说 我感觉 这么好的一个女孩 这么认真过日子的女孩 想想我不疼她 我不照顾她 你落到别人手里 我不是心里过不去吗 我必须得抓紧了 赶紧的想法 取到手 是吧 余海宁说 爱一个人得爱她最本质的东西 无论这个范桂香被疾病折磨成什么样子 她在自个的心里 依然是那个善良美好的女孩子 余海宁也说 爱一个人就意味着陪伴和责任 范桂香一直陪着自个吃苦 她有困难了 自己也不能够放手 一得无价宝 难得有情郎 结婚这个事就这么定了 渐渐的余海宁和范桂香的故事传开了 很多热心人士都参与了进来 他们准备为这对有情人办一个难忘的婚礼 我们的摄像机也把每一个动人的细节全都记录下来了 2014年11月12号 一家摄影工作室的工作人员专程来到病房 考虑到范桂香的病情 范桂香穿上了支撑腰部的模具 工作人员准备为他们拍摄一组特殊的病房婚纱照 对 漂亮啊 很好 对 相开心 对 头在靠近那边 谢谢 摄影师说这是他拍过的最美的新年 因为他们太有默契 充满了自然流露的真情 2014年11月17号 是两个人大婚的日子 因为范桂香的身体限制 婚礼是在河南省肿瘤医院的会议室里头举行的 婚礼公司把这里装点一新 和外边的礼堂没什么两样 梳妆完毕之后 范桂香成了最美的新娘 好漂亮啊 嗯 从来挺像 都漂亮 都是漂亮的 当然漂亮 范桂香坚持着站了起来 在父亲的搀扶之下进了场 而于海宁呢也一反常态 快速跑向了新娘 因为她心情特别急切 也因为她不想新娘 太累 太痛苦 有请不及将女儿的手 交到自己的手 我爸的手 我不想跟他走 我不想联理他 爸我真的不想联理他 我就一直这样说 在我爸跟他说 我爸说 很疑惑他在等着你 你不能这样 就是说你踏着人家了 现在这么多人在看着呢 你突然又 又不举行为理了 你让别人怎么想 这么多人帮助你 人家给爸你这个结婚什么 人家都是免费给你办的 我爸就是 我才慢慢地松开我爸的手 我拉着他那一刻 我就是 简直就不是人了 你都害得那样了 你看就连累人家干嘛 人家不会做出这种事 我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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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小到大 父母不是这样教育我的 可是我今天就这么自私 所以因为那天 一份心里挺高兴 另一份心里挺难受 如果不是害病的话 肯定那天会特别高兴 感觉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 这样的感受 大概只有范慧香才能懂 因为越是爱一个人 越是有不忍之心 但是余海盈 却有一份自己创作的婚礼誓词 向范慧香表达了 自己的诚意和决心 亲爱的老婆 你一定要坚强 我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 不管时空怎么转弯 时间怎么改变 我的爱会一直守护在你的身边 我会做你的翅膀 做你的守护神 我会一直牵着你的手 和你相伴到永久 祖告白 终生有效 永不过期 亲爱的老公 今生能遇到你 是我的幸福 我从没有想过 我的心情 没有你的陪伴 但是我这次遇到了生死的时候 你对我一直不离不弃 我这才知道 我的幸福来得太快 我的爱情是真的 我的爱情是真的 老公我爱你 被放逐天晴 只要你真心 那爱与我回应 什么都愿意 什么都愿意 只要他希望他没活 只要他没活 是某都是好 让孩子好起来 让他们幸福 让他们白头偕老 不管你结果 哪怕明天是死 或者是我重生 对我来说都没有白活 没有白认识 我没有白生下来这一次 我的感情很轰烈 我的父母对我很关心 我又遇到了 世上这么好的男人 我有什么不值得 我有什么亏的 被放逐天晴 只要你真心 那爱与我回应 什么都愿意 什么都愿意 回应 是啊 人生莫测 找对了同路人 就能够打破对未知的恐惧 可能看在这儿的 每个人都会特别感慨 范桂香和于海宁都很年轻 他们因为拥有真挚浓烈的感情 选择了走进婚姻 共度难关 但是呢 也有些不相信童话的人会说 从范桂香发病 到他选择结婚 时间并不长 也就一个多月的时间 可是谁个重症患者 那是很磨人的 他们的誓言在现实面前会褪色吗 我们的记者 对他们婚后一年的生活 进行了持续跟拍 他们的爱情能战胜病魔 于海宁和范桂香是一对不幸而深情的爱人 在范桂香身患癌症晚期的时候 于海宁义无反顾的迎娶了他 两人的婚礼也得到了许多人的祝福 抗癌是个漫长的过程 在死后的漫长岁月里 于海宁还会想到承诺的那样对待妻子吗 2015年1月 也是新婚后的两个月 于海宁奔波在求疑问要路 我是也上过道 也受过骗 也是什么都找过 什么样的人 什么样的花都想过 2015年9月 范桂香病情复发 于海宁带着妻子在德州租房看病 他喜欢吃我做的面 因为我当初娶她 我就知道我要照顾她 我娶她 我就是因为能跟她说话 能每天抱抱她 每天看着她 每天能喂她吃饭 能喂她喝水 我就特别喜欢她 于海宁的誓言依然鉴定 范桂香却在一天天的走向衰弱 2015年10月 婚后第11个月 范桂香住进了医院 她的身体疼得厉害 说话都费力气 每次相思的时候 我都是她把我拉回来 她说你给我想想 怎么你结婚了 你要你离开我 你答应给我 白头到老了 我拉你 每次你说她的话 就有坚持下去 遇到她的感觉 只有她 在我这边 我感觉也来写下 她的肩膀也去活跃 因为离开我 一分钟就感觉 我跟她进入了 我看不到她 就感觉 不希望没有 执着没有 就撑不下去 胸椎的神经根已经断了 然后肿瘤压迫了 然后她下肢已经瘫痪了 没有知觉了 穿慧香已经失去了 自理能力 照顾她也成了一件 很不容易的事 但是余海宁依然像 一年前那样 瘤压迫着 小便就是插管 插脚管 大便基本上就是三天 然后我能摸出来 在肚子上能摸出来 它那个便形 然后就给它 塞凯塞路什么的 然后往下揉揉完之后 我也给它掏出来 爱是恒久忍耐 又有恩慈 余海宁的一言一行 无疑是这两句话最好的写照 可能直到这一刻 人们才真正相信 余海宁的世年 绝对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 她是真的在一步步践行着承诺 2015年11月17号 是他们结婚一周年的纪念日 余海宁为范桐乡录下了一段视频 但是余海宁自个儿也没有想到 这也是他最后记录下来的妻子的模样 2015年11月19号凌晨 范桐乡永远的离开了余海宁 大脑一片空门 当时我就想 他上一次跟我说那句话 已经是这个世界上陪我说过最后一句话 我到没了之后 我这几天 我天天 我天天就是 想尽办法 不管是什么办法 就想着 如果说能 能让我老婆跟我说几句话 不管用什么办法 我知道不可能的事 可能是我一想天开 这好像是看修机看多了 是不是 我如果说有那种办法 能再给他说句话 天冷了 所以在下面多穿点衣服 跟你送点钱过去 如果不舍得花 缺什么卖什么 我天天 我现在 我的思维有点短路 有的时候我就想 我就想 我不知道这个事情 到底有没有灵魂 如果真的有灵魂的话 等我死了的话 会不会太晚 会不会找不到他了 世界这么大 我不知道他去什么地方 苏氏有一首悼念王妻的词 叫江城子 一开始读的时候 大家都会为那句千里孤肥 无处化凄凉 而感觉到痛处 但是细细的品来 才发现最哀痛的其实是 夜来幽梦呼唤响 小宣庄正梳妆 相顾无言 唯有泪千行 因为思念刻骨 只能在睡梦中沉原 一次次醒来 一次次失望 可是空虚过后 毕竟要面对日常的生活 于海宁还年轻 还有父母双亲 他要怎样才能走出悲痛呢 就在父母暗自担心的时候 尤海宁抱着妻子 那叫红娘 去了一个地方 山东烟台 那里是他们最初相爱的地方 老婆 欢迎 人到海水深 不抵相似般 海水尚有牙 相似有牙 但是过去中国 毕竟已经过去了 约翰宁说 他这次过来 是来告别的 一年轻吃不到 南下 海水尹 不管在什么地方 都要快乐 开心 我知道我必须要去工作 必须要去养父母 双方的父母 因为他的父母也是我的父母 因为他把他的以后的希望 愿望 他自己完成不了 只能进去到我的身上 我会把他没完成的 就能继续完成 约翰宁的生活在继续 每个人的生活都在继续 正如古诗十九首里头写的 虽然有行刑重行刑 欲君生别离的思念与不可得 但最后一句一定是 弃捐物赋道 努力加餐饭 多吃一碗饭 把生活安排好 才能够让爱你的人安心 对于范桂香和于海宁来说 他们在生死之间努力的爱过 并没有辜负彼此的深情 这是一段无悔的经历 对于我们来说 也体会到了在无常的人世中 还有这样的深情不渝 来温暖我们的身心 足够难得 好 各位观众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传奇故事 如果在您身边有什么新闻发生的话 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两个方式告诉给我们 好 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 好 各位观众再见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